赛总好 赛总 办公室聊 方静 这个月的销售业绩大字下滑 是怎么回事 我刚看了这个月的数据 销售额依然保持增长 下滑一说 从何而来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数据 当我们的竞争对手SW大幅增长的时候 我要的是市场份额 SW近期爆发式的增长是得益于 现代营销的快速拉动 尤其是丁丁APP的导流 丁丁新版上线 一个小时卖了一个亿 SW产品排在第一 我们L&D竟然跌出前十 这不明显有鬼吗 是 这件事情很蹊跷 我已经跟丁丁约好了明天进行谈判 另外张晓瑜做了一个新的方案 联名设计款 如何调动崇尚自我 追求个性的90后的消费热情呢 联名设计款的限量发售 形成话题的同时 带动其他产品的销售 所以我们选择联名合作的设计师 是是李克思 李克思 对 这提案很好 首位斩获英国时尚奖的华人设计师 红遍好莱坞 若是能跟他合作 一定会造成话题 可据我所知 他并没有和任何品牌合作的先例 张晓瑜搞得定他吗 有难度 但是以我对张晓瑜的了解 越有难度的事情 他越有干净搞定 很好 那我 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好 狗 好 过来 过来 走旁边 过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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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快快快 卡尔大师来了 真的是卡尔大师啊 他就是卡尔大师 对啊 天哪 那不是李克思呢 真的是他 你快看一下我的妆怎么样 我的妆 还有我的头发 头发可以吗 看一下 哪个是李克思 好像是那个白衣服 上海开了工作室 正在招 御用模特儿 一旦被他看上 你懂吧 我想问一下啊 嗯 哪个是李克思啊 就是那个啊 加根卡尔大师天面里的那个就是 就那个 那个白西装那个 嗯 对 帅吧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低调 从来也不曝光自己 我呀也是上次在串场纽约时装周的时候才知道的 要不我也不认识 嗯 你哪位啊 啊 我 这位是我们这次活动的赞助商 哦 赞助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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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别怪人家了 你刚才跟我说 那个李克思要在上海开工作室啊 听说是的 林总好 好 喂 喂 林总 我说到做到了啊 我们定领APP改版先行 我可是为了开放这个购物功能 花了巨资租了一间临时仓库 我最近闭了融资不是很顺利 倒像我们这种亲资产公司 现在去银行贷款 这也是非常难的 你先别贷款啊 你给我点时间 我正走合同呢 林总 我真等不了了 我现在A轮的钱都已经快烧完了 我因为这个事 我把我个人和整个公司的资产全体压出去了 你让我用这种烧钱的方式 我扛不了太久的 你这合同能不能抓抓紧啊 好 我轻快 哎 哎 怎么样了 想了办法了 干嘛呀 就这样啊 你小心点啊 怎么样 用红酒控瓷会不会太土了 要是被看穿了会不会很尴尬 是啊 这不仅土 而且都关键还没什么记录含量 是啊 不过不管了 管它漏不漏呢 有效果就行 顾不上那么多了 好 对不起 太抱歉了 太抱歉了 实在太抱歉了 是我刚刚没注意 是我不小心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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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气啊 好 要不这样吧 你把你的外套给我 我帮你干洗 你再给我留个你的联系方式 洗好了以后我快递给你 您看行吗 太抱歉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刚刚没看见 刚好你今天还穿了一身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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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不会吧 你就是尼克斯 衣服呢 拿去扔了吧 这种东西我将来也不会穿第二次 约我喝酒呢 电话你有了 你好 尼克斯 我是AMD中国区销售总监 张晓鱼 之前我的助理已经跟你电话联系过了 来 想起来 原来是这样 我的助理应该已经明确回复过你 我暂时没有夸解合作的想法 不好意思 据我所知 你想进去中国市场 我们AMD的专柜在全国不变的一百多个城市 夸解合作 也够让你快速进入中国市场 李克斯从不担心市场 让更多人知道 是奢侈品存在的价值之一 对于大部分来说 锦衣夜行 又有什么意义啊 锦衣夜行 这个比喻不错 我得走了 合作的是 明天上午十点 来我工作室找我 好 你是说这个项目以后是你负责 从亚太区的层面来说 是的 了解 那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得到你们商谈的备忘录 以便我们亚太区进行合理的分析 怎么了 温总 有什么问题吗 是这样的 谭总助 具体的谈判内容 你们中国区领总应该都有 只是其一 其二呢 连他的备忘录是从来不对外的 温总 这个项目 我们亚太区持有很大的疑问 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我想这个项目很有可能会被终止 如果贵公司觉得不能合作 我没意见 毕竟是你们SW找人泰合作的 难道你想说 人泰在里面有什么猫腻呢 打搅了 仓储的事情 可能需要先缓一缓 我知道 韩伟伦来找过我 一开口就知道是个简单的孩子 孟凡 怎么会派他来做你的对手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自作主张来找的你吧 你刚才也说了 小孩子嘛 喜欢真功力表现 孟凡 谭卫伦来找你 是打听我对仓储的用途吧 差不多吧 但是连我都不知道你在搞什么 他们真的是白打听了 仓储暂 所以刚才帮丁丁拉投资 要得这么急 在嘀嘀咕咕琢琢磨什么呢 你不会跟谭卫伦这个孩子一样 好奇心这么重吧 习惯了 就爱做因果和逻辑的分析 好 那说说你吧 说你的正事 你跟丁丁什么关系 合作关系 也算得上是朋友 恩利伟 反正我觉得这个应用途 特别有前进 我可以担保 投资人不会亏 这件事不应该来找我 应该去找金小贝 仁泰成立了投资公司 这总裁和法人都是金小贝 和法人都是金小贝 我希望我们的感情可以很纯粹 所以我不会把我的工作绞进去 人家呢是生怕不能把关系搞得更深沉 更复杂 而你呢怕被误会怕麻烦 但其实我认为呢 你其实是害怕自己被绑架 你这样的女人少见 很像男人的思维对吧 怎么样 有没有英雄所见虐童的感受 以前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但是 自从我遇到张晓鱼 我的想法改变了 有没有靠谱的投资人 可以推荐给我 你看人看事的眼光我相信 这样吧 一会儿你把企划书发给我 我给几个朋友看一下 谢谢温总 林总 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创业型人才 要是哪一天你决定自己出来干 记得通知我 很快呢 我就会回去做投资 我需要的就像你这种赛车手 好 我很贵哦 我有钱 哎 幼稚鬼我字都打错了 不要印象我工作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呢 回去跟我老爸聊了一下 我觉得聊得还挺不错的嘞 投资公司总裁 压力会很大哦 你这是哪儿来的消息啊 我今天有一个客户急需找投资人 所以我约了温哲见面 什么表情啊 我约温哲谈工作 我们俩之前 那个就是为了气你 你不是不知道啊 你怎么还在吃醋啊 谁吃醋啊 我告诉你我有绝对的信心 自从你跟了我之后 别说别的男人 你自己是不是都离不开我了 所以我吃什么醋呀 我是生气 生什么气呢 不是 你现在明知道 我是一家投资公司的首席 你现在有一个朋友急需投资 为什么一晚上 你没跟我提过一个字呢 我说了我先找了温哲了 你找温哲 你现在手里有一个挣钱的项目 你不先便宜一下未来的老公 你先便宜人家温哲 不是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赚钱呢 我女人看中的项目呀 你既然找温哲 是不是说明你敢用人脉担保 对 说明对方要么就是关系好 要么就是项目好 或者人家的人好 对不对 那怎么不值得我看一看呢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给我 我有我自己的考虑 你考虑什么呀 不是你干嘛什么事情 都要考虑那么多呢 不是每一样事情都要想很多 不是每一样事情 都要你去背舞打 没办法 我现在有绝对不想失去的东西 所以活该我背负 小贝在工作上 我真的希望我们共事共思是死 纯粹一点这样 对我们俩会比较好 公司分明啊 那就是要保持距离嘛 但这个距离的度怎么把握呢 是那种可以随时抽身走人的距离吗 不是啊 你能不能就告诉我 在你心里面 现在觉得我俩是什么关系啊 你说呢 我说是吧 可以共度余生的灵魂伴侣 等你了 说话呀 说话呀 不是有那么难吗 小贝我特别讨厌别人逼我 你再给我点时间好没有 我这就是逼你了 行 好好好 你习惯这种沟通模式 我们就这种沟通模式 不说话不交流不沟通 我昨天给大家道道歉 保证今后会修正自己的工作态度 最重要的是 从今天开始 没有一步二步 只有SW中国区的销售团队 董信任他们五个都撤回自己的申请 处理得挺漂亮的 还有事 麦总出差了 我只能直接跟您请假 我想请您见 多长时间 两周 麦总到总部开会要一周 你要请两周 我知道 可是我真的有点私事要出 三天 如果你坚持要请两周的话 我只能让网里代管了 你愿意吗 那 就三天 借给您先看一眼 嗯 你真的放心他吗 他参与了我们很多的项目执行 你不怕他偷偷告诉谭伟伦啊 你不觉得 其实这个孩子变化很大吗 我说的很多话 他现在是真的能听进去 我不像以前 在眼听进去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谭线医生 他其实是可以重用的 有点可惜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对他不要那么凶嘛 有凶吗 他可不是张晓鱼 你越骂他越磨他他越和你亲 你不是也说了吗 他有个亚太许 我这嘴 你别生气啊 要不然同期的姐妹都当经理了 我还在这儿专重地做处理呢 我生什么气啊 这就是你早婚早孕的代价 你生自己的气 很早吗 好可爱啊 彩彩 每次看到人家宝宝照片 我都忍不住流口水 你看她是嘟嘟的小脸 后面上去咬一口 彩彩 你说你怎么那么好命呢 我就嫁了个老公 生了个孩子 怎么就好命了 你董小姐想要 不是分分钟啊 真是幸福限制你的想象力 你知不知道 现在适宁女青年 不婚不育的比例有多高 是他们不想生吗 不是 是他们不能 这就是围城 我跟你科普科普啊 月子里 我一个安稳觉都没有睡过 一个晚上喂五次奶 换了两次尿布 如果碰见宝宝睡电脑 那就更麻烦了 我得抱着他走一晚上 一停下来他就哭 你知道我带孩子这几个月 是怎么过的吗 要不是林总叫我回来上班 我觉得我都快抑郁了 我得出来赚钱呀 你别看我老公现在赚得多 这马农就是青春饭 碰见行业不景气的时候 公司裁员一财就是一大片 我俩现在不仅是得给 宝宝赚买份钱 还得给我俩自己存养老钱 光靠他一个人怎么行啊 我的天啊 你老公那收入都这样 我怎么办啊 假的我都不敢生了 我给你个建议 你存够了钱再生 现在生小孩 那预算不够是尴尬的 那奶粉 疫苗 谁不都想用最好的吗 走了 我都没那么收拾 如果你以后 你会在工作 你还不想用最后 你应该在生活 就是问题 绝望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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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后一床 都没想到 这个颜色不错 一看就挺抬肤色的 挺适合我们亚洲人 嗯 这是我们的爆款 别说是国内专柜了 就是日本代购也经常断货 这个我知道 前段时间不有个一线明星 在微博上推广过吗 他出了名的带货能人呢 你们L&D品牌公关挺厉害啊 可就是这款口红 在你们订订APP 无论是购物笔记还是购物攻略 也不管是出资大网红还是小网红 全部沉底 没有一篇上过首页精选 我们首页精选颜柜位 它也是根据搜索数据自动排序的 这个我也没办法 所以啊 九号也怕巷子深 明年我们L&D对网络媒体的广告费用 增加百分之三十 我准备投放丁丁APP是这个数 另外我们再做一个跨界产品 亚太区全力支持 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 这个限量版的产品 它具备爆款的基因 如果你愿意 丁丁APP将会成为唯一的合作电商 这个听着不错啊 方总 谈谈你条件吧 没有条件 丁总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合作 如果没有兴趣 那我就直接投大黄书 虽然贵了点 但是社区电商第一 而且销售能力也有保障 这样吧 方总 这份合同我今天就赔一切 那你们广告款多久能到 我们L&D是小公司 但和某些国际大公司相比 我们的好处在效率跟速度 我保证合同签完 盖完章以后一周内打款 好啊 这样吧 你把电子版合同发给我 我现在先让法务审一下合同 嗯 对了 跨界产品你们跟谁合作 李克思 张小姐 李克思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有点急事 得出去一趟 咱要不改个时间 改时间 改时间 那什么时候啊 哎呀 这周实在是排马了 要不 那就今晚吧 我刚好有瓶特别好的酒 咱们俩边喝边聊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酒啊 嗯 我查了你过去半年的微博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 张总这也是做足了功课啊 必须的 行 既然这么有诚意 今晚你带着合同 咱边喝边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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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早上就去等会儿 林萧萧 人家蔡太太肺腑之言你没听进去啊 隐婚就算了 还非得生个娃 是谁没盖得到蔡太太重点啊 真不打算生啊 真不打算生啊 来 你看看这个 来来来来来 这小宝贝多可爱啊 肉肚肚的小脸 你说这要坏成你的血液 你的基因 真舍得不要 其实 我想要这个孩子 真想要 那天去蔡太家 我抱着那个小粉团子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以后也要生个这么可爱的宝宝 所以我劝你啊 这孩子 还是留下来吧 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该做的事 这道理我懂 我和孩子他爸已经谈婚乱嫁了 可我们俩为了结婚买房 已经非常结局了 现在裸婚多了去了 那毛小枫 那两个朋友 都把房子卖了天天全世界旅行呢 我不想 我已经受够了 房东随时让你滚蛋的日子了 而且你没听蔡太说 现在养个孩子要花多少钱 两个大人做房奴还不够 还要拉上一个小孩 再说 林总刚提了我做 SW的品牌总监 这个时候我能告诉他 我计划结婚生娃 等我生了娃回来 SW还有我的位置吗 我说过 我也要做林瑞那样的职场精英 自强自立 内心强大 职业有成 爱情如意 如果做职场精英 是以放弃幸福为代价 那做精英的意义是什么呢 想要成为职场精英 就是要让痛苦只是暂时 否则 不得 痛苦将是常态 今天我们俩没见过 我不知道你隐婚 你也不知道我来医院干什么 你 你 真的真的想清楚了吗 丁丁是这样的 广告的合同其实已经走完了 只是 仓储的事情可能要缓一缓 我敢押上我自己的身家姓名 我就是看上了你手上有这个仓储的王牌 你现在跟我说缓一缓 你这不是害我经家荡产吗 你说没有仓储 L&D的方进 谈的价格可一点都不比你们少 今儿就已经和我走合同了 丁丁这样 我们在电话里不细说 好吗 我们今天晚上见面详谈 我晚一点把地址发给你 好吗 好吗 我们在电话里不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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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林总 温总 我的那个商业计划说 你转给你朋友了吗 这么着急 我十万火急 我今天晚上能见到投资人吗 好 好 我尽量安排啊 算我 开口求你 无论如何 今天晚上你得让我带着丁丁 见到一个靠谱的投资人 我拜托你了 明白了 等我安排好 我把时间跟地点发给你 好 谢谢 听见了 还想拖延呢 你们家林瑞雷厉风行 今晚就得见 怎么急成这样呢 这个商业企划书呢我看过了 项目的确不错 所以呢 我没理由放掉 虽然我不能投资 但是我可以找朋友 那理论上来说 我就是你的朋友 朋友 朋友 你说 林瑞要是愿意跟人泰集团打交道 我们 还会坐在这儿扯这件事吗 阿哲 哲哥 我现在真的把你当大哥啊 你要相信我这个弟弟 要帮我这个忙哦 别毛手毛脚了 你和林瑞的事你爸妈怎么看呢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清官难断家务事 你爸只让我教你做生意呢 你又不是帮他打工的 你不要怕了行不行 再说了你认清形势 将来你要长期合作的人 绝对不是老金啊 是我 你们出东宫呢 就威胁太师 免得你整天惨着我 我就给你指条名路吧 找你妈聊一下 上次西美中心的事 你妈就给我打电话 说要SW直接出局 我没答应 我在想呢 林瑞不想和仁泰集团车商关系 应该跟他有关 您花了这么大的功夫 做了这个通过APP来提升 现代营销维度的计划 没想到对内成了谭尾轮 竞争的通道 对外叮叮APP火了 一个小时一个亿啊 我的妈呀 听说现在想跟他合作的品牌 都排着对呢 要是他拿到跟方静的合同 那L&D的销量 不得搜索网上涨啊 这大家都赢了 就没您什么事了 老板 您真的要跟他拿投资啊 丁丁按照约定 做了他该做的事情 其他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所以就算最后 跟SW没有关系 跟我也没有白毛钱关系 我得兑现我的承诺 这个投资 我一定得帮他拉 别送了 你回去吧 红枣乌鸡汤 我在医院都热好了 我倒是记得喝 我在上海也没家 生命失恋 谁还没有困难的时候 有事给我打电话 谢谢你 谢谢人家 行了 行 那你上去休息吧 放心 等到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啊 今天的事咱俩都烦不着 再见 你怎么来了 我出天气来了 我辣你这儿了 过来拿一下 你不是去苏州 参加你表姐婚礼去了吗 怎么回来了 临时有事 就临时先回来了 你脸色好难看啊 怎么了 我 我 你生病了 怎么不告诉我啊 你还孕了 你把她打了 你居然都不和我商量一下 就把她给打了 你笑不笑 你这么做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你这么做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来 那个 我最多再给你半个小时啊 不是我不仗义 我家丫头今天晚上约的人聊事情 我不能迟到 你还没结婚呢 就这么怕了我 这不叫怕 这叫战术性示弱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追上林锐 你呢 姚小鱼都这么对你 你把人家给弄丢了 别再提着船行不行 怎么了 你把我叫出来不就是为了提这事呢 你不是想不吐不快吗 那你倒是吐啊 你光是喝有什么用 你吐啊 我打算回北京 我打算回北京 回北京 丹林 你现在是要告诉我你要认俗吗 是 我认俗 也许 这些 其他人可适合小鱼啊 我留在上海也没什么意思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次想到小鱼的时候 帮我站住 小鱼你答应我这事 我走之后 帮我盯着点温哲 如果温哲敢欺负张浩宇 我第一时间回来收拾她 我这妈扛不下去了 来了来了 我教教你怎么谈恋爱啊 对不起我现在时间不够了 我简单跟你说两点啊 第一 张小鱼如果喜欢温哲的话 那么他们半年前就在一起了 根本就轮不到你 你知道吗 第二点 如果张小鱼对你已经放下了的话 那么她根本就不会缠着你帮她一起做方案 还有第三点啊 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 遇到一个人 你喜欢她 她喜欢你的概率是有多低的 我花了多少时间 让林锐 从不喜欢我变成喜欢我 可你呢啊 张小鱼那么好的一姑娘 放在你的面前 她喜欢你 你喜欢她 但是你就是磨磨唧唧 磨磨唧唧的你 你在干什么啊 你是个男人 今天太开心了和你聊的 是啊 你真的教了我好多不同的想法 回国之后啊 从来没有喝过这么高兴 反正 李克斯你放心吧 这次发布会啊 一定把你的所有想法 张总 张总 我送您回去吧 这是谁 这是谁啊 他是我助理 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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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绕路了 李克斯喝糕了 你送他回去 没喝糕 谁喝糕了 咱们换个地儿继续喝啊 哈哥 喝啊 我下次陪你喝好不好 我 我 我送你回去吧 我送你回去 我送你回去 杰克是吧 喝糕了 喝糕了 慢点啊 人挺机灵的啊 没事 没事 我喝你 我那酒喝 你想喝啥豆豆可以 我得和张总说啊 没事没事 张总一会就来 张总一会就来 小心头 小心头 你怎么在这儿啊 真是巧了 我每次喝酒 每次喝多了 都可以看到你 不是巧合 我是 我是专门等你的 喝这么多 上去吧 上 我没喝好多 你先不要激动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第一 从社区到电商 这是盈利模式的飞跃 只要是成功了 你的事业也就飞跃了 虽然这个计划是我推动的 但是你肯定知道 你这个决定一定是正确的 第二 就算是我的仓储计划 遇到一些问题 我个人向你保证 我一定会拉到B轮投资给你 我不会让你倾家荡产的 那就这么说 你们SW线和我们丁丁 只是单纯的广告投放合作是吗 暂时 是这样的 林总 我真没想到你们SW 怎么这么复杂呀 你一个堂堂中国区总裁 这么点事 你都做不了主 我们 你先听我说完 我能理解 但是我也有理由愤怒啊 今天 LND给我投过来一个广告大单 我可没有理由不接啊 接吧 那融资的事呢 投资人马上就到了 林总 我安排了一个最有诚意 最靠谱的投资人 他说他自己来 这会儿应该到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路上有点毒 不好意思 对不起 路上有点毒